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村里面其他老头看到后都重金满秘方 一直想去夏威夷的老明就给小桑转了脚牙 并且收钱让小桑咬人 很快就赚够了机票钱去了夏威夷 这位村子听说了小桑的事情都来到了小明家 小明家靠小桑赚了好多钱 一家人对小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小明和小美想要对小桑好一点 感觉她帮助了他们 大山想要到小桑去首都研究所赚更多的钱 小花感觉小桑被利用很可怜 就把她收拾了一下 看起来像正常人 但小桑却不知道逃走 最后还是被大山给找到了 她准备带小桑离开 但是就在他们等车的时候 之前求咬的那些人都变成了真正的丧尸 见人就咬 充满了整个村子 小明一见人躲在二楼逃避丧尸 可小美的孩子快要出生了 她发出的叫声引来了丧尸 大山来得及时 带着烟花把丧尸吸引走了 丧尸对光和声音很敏感 把周围所有的丧尸都吸引过来了 小明一家转移到房车里面 发现小美洋水破了 他们必须快点离开 他们打算穿着小桑的衣服 假装丧尸把房车运走 可却忘了拿钥匙 房车的车灯吸引了很多丧尸 这时小花拿着电锯出来 吸引了丧尸的注意力 就在她快要被咬的时候 小桑出来救了她 一个丧尸喷住了加油站的电路 加油站的灯都亮了起来 丧尸们都跑向加油站 大名去拿钥匙 可就在这时孩子出生了 她的哭声又把丧尸引回来了 小美挤到丧尸堆中 把钥匙扔给大山 小花和小桑保护着房车 不被入侵 小花想带着小桑离开 可小桑却关住了门 扛下了丧尸的攻击 大名从丧尸堆里面挤出了 及时上了车 一家人连忙开车离开 小桑点着了打火计 点燃了加油站 在路上小明却变成了丧尸 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遇到了旅游回来的老明 发现老明还没有湿化 原来他身体里面有抗体 所以一家人想了个办法 成了一个免费接种的医疗车 只要丧尸被老明咬一口 就会变成正常人 最后幸存下来的小桑 也成为了正常人 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 这个丧尸片内容很幽默搞笑 对一些想看丧尸片 又害怕的小伙伴们来说 可谓是福音 好了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关注我们哦